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肝咳,是指无痰或者很少有痰的咳嗽,肝咳的原因有很多,可能是感冒,吸入气道义务,如果发生在夜间,晨起和运动后,要考虑是否是过敏,哮喘或为食管摆留,日常护理时,可以让孩子多喝温开水,使用加湿器将环境湿度,保持在50%左右,或利用浴室蒸汽,生米盐水、物化等方式湿润气道, 一周岁以上的宝宝还可以喝点蜂蜜来缓解夜间干咳,此外,干咳期间,还要注意宝宝的冷暖,及时给他脱穿衣物,一般保持脖子里温温的不出汗就比较合适,使当带宝宝进行户外活动,如果宝宝过敏,要尽量避开过敏源,同时,家人也要做到勤洗手,不吸烟,屋内勤通风, 保证空气流通,需要强调的一点是,如果宝宝咳嗽剧烈,或者伴随其他症状,如反复高热,气急,气喘甚至口唇清紫,就需要及时就医,反复干咳超过两周没有好转,也最好去看看医生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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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